刚刚在美国纽约出席完当地亚洲电影节的《地上最强真子丹》 回到香港出席劳金活动 已经完全洗脱了早前因为拍摄电影《特殊身份》 与张文卓闹不合后 红头共艳地颓气 意气风发的他大谈自己扬威美国的威风事迹 这次其实我昨天才刚刚从纽约回来 这次对我来说也蛮受宠若惊的 因为想不到那么多的观众 而且每一场都是爆满的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我们每一次 这次那个亚洲电影节他放了我四部电影 几乎每一部都是满满的 那每一场播完之后都会有一些签名 送一些礼物给观众影迷 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 我看完那个电影 在那个排队的时候 看见一个90岁的一个老太婆 外国的老太婆 而且拿着那个拐杖 那我就看到他这个年龄 然后问起来就是知道他90岁 那当然我马上让他他那个对 让他赶紧那个签名给他嘛 那像这样的例子呢 都让我非常的感动 作为一个艺人 你自己的作品能够让不仅自己中国人看到 而且能够让外国人都给你一个认可 这样想上非常的不仅是感动了 而且是给我将来有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那让我以后也继续努力配合更好的电影 可以让我们就是华语的电影 特别动作电影 可以继续的去发扬光大 说到功夫电影 中国人可以想起的名字有三个 分别就是陈龙 李连杰和甄子丹 不过对于早已经相遇国际的前面两人 甄子丹似乎还是劝缺一点什么 在当地宣传期间 媒体就曾经拿甄子丹和李连杰相互比较过 但是对于甄子丹来说却相当不愿意 我没看过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还是尊重今天的 event的活动吧 我们还是谈回今天的事情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谈这个嘛 我觉得作为艺人肯定有一些不同的话 话是放在人家的嘴里嘛 所以我们做艺人也 我觉得应该是开怀的去接受每个人的去评价讨论 还有作为艺人的一个胸怀嘛 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了 如果论拳脚功夫 甄子丹和李连杰当然各有千秋 不过两人都不约而同的跟好莱坞巨星史太龙扯上关系 史太龙分别邀请两人客串新电影《轰天猛将2》 早在第一集已经担任重要角色的李连杰 已经说明是因为友情客串 但当冠决对主角的甄子丹 不知道是不是使太龙给自己安排的角色功于普通 坦言对角色没兴趣 这个事情已经很久的事情了 我们还是说回今天的其他的事嘛 很简单的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别说这个事情了好吗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感谢观看